这个地方一下雨下雪还不够上啊 嗯 下雨是这样好 下雪都滑了很 雨下了就睡进去了 对对 雨回就雨了 下雪就滑了 下雪一天雨不上就滑了 哦 哦 这个路到这儿就多头了 你们这就在这儿呢 嗯 朋友们好我是小白 我又来了 那么今天呢 来到了莱州市安静区十里店 一个竹盖洛附近 从这个小箱子里面上来以后 发现了这个 在两栅中间夹的一个山 松子中间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州葱 那么今天呢咱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城州葱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那么咱们很难能想象得到啊 在这个高炉邻里的旁边 现在有一处被遗忘的城州葱 这边都是高炉大厦 那么这边呢就是一个北桓路啊 莱州市的一个北桓路 就靠近这个北山附近的一个北桓路 那么在前面呢 咱们就可以隐约的看到 有一个小葱庄 那么咱们下面进去到这个葱庄里面看一下 我们前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这好多的车啊 靠近在这个大厦下里 这些车估计也是这个档子上面的车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你看山坡上具有各种各样的小的这种特务 看得像是用那种采钢坊放大街的 应该是他们放杂物的地方 在一个大山坡上 那边还有一只狗冲了叫的 我们到下面再去看一下 这个档子里面了 这个档子口啊 听到很多车 看一下 那么这个葱子呢 它整个就建在这个山坡里面啊 嗯 葱子不大 我记得就是个 不到时候人家吧 直接在一个山坡上 那么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这这这这就是啥地方呀 第一次发现 这就是向人行通是吧 这是向人行通是吧 这是向人行通是吧 这是向人行通的庄子呗 你就是这这的人是吧 嗯 哦 你们家没租的房子啊 我们这这不大 没盖二次三层呗 啊 盖了没 家盖了没 没有我们平房 哦那就没多年的房子 哦哦 不大 不是太大的两间 对对对 自己住着呢 行吧行 我前面再去看一下 这边也看到有一个阿姨 过来聊一下 这这地方还第一次来 我路一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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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纪念嘛 说不上十几年以后 这个地方拆久了 哎呀 这个抬肚子是不是加上去 往上抬起还不好抬啊 这也是像样新村是吧 嗯 对 就这个村子呢 嗯 嗯 这是 这是 哎呀 就是这个小房间吧 不能来 那他搬得过 那些赶约也不能做 嗯 嗯 你这家一家房子做多少钱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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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这个整个算是一套是吧 嗯 这就要做的 要做就这一套做的 我跟着做的 噢噢噢噢噢噢 这是个客厅 这一套 这一套 三套房子是吧 嗯 这不关了 哦 这个这个还挺大 这个不就是老间吗 这个 柜子也有的 床也有的 电视柜也有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新鲜了 光外就搞了 对对对 住了一家里 那这下里用租多少钱 这个里面是啥 这个不是厨房吧 哦 这个厨房 火房啊 路子也有米其暖子管子都有的 哦对对对 这是边 冰箱呗 全这个人气 这只是冰箱 哦 对对对 那你这一套做多少钱 价格就是八百五千万 一个月 嗯 一个月八百 我这等过了一个月了呀 说百万 等个没付上去没付钱 都付都是什么 慢慢 慢慢 稍微再用 不能用 行 那你忙着啊 我拽一圈 跟这边上去 我到前面就拽一圈 拽一圈我就下来了 你跟这他上去 可是前面要拽一圈 前面跟这个阿姨留了一下 就他那样一间房要租八百块钱 朋友们觉得是贵还是便宜 这也是点心的一个车子 我们上去拽一圈 这也是点 九二圈 一圈八圈 直接到一个山坡上来 听前面那个阿姨说 这个葱子叫不像养青葱 写着吧 像养青葱 这鱼家 这鱼家已经 全部拆掉了 没住人 空空的 在大坡上面 有一个小葱 在大山旁边 猪的确实是 有土山 这个房子已经塌了 这一开始好多年没住人了 这块松子估计是推不留了 因为它的位置 不太好 在一个山豆子中间的 我们下去吧 下去到街面再去看一下 这块地方还是挺不错的 挺大的 但是已经没人住了 不可惜 咱们下去吧 这个大坡上下去 在莱州 带了好多年 还是第一次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成竹葱 这应该是主要的 这个地方可以上去吧 那前面这房子是从哪儿上去的 那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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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把你火刺 你把你火刺 你把你火刺到这儿白去 我火刺 这里的小筛坡上可以上去 你把你火刺好了 会尽快 回来 我对了一个就对不住了 这个地方一下雨下雪还不合唱啊 下雪就滑了很 下雪就滑了很 下雪就滑了 下雪一天一不少就滑了 这个路到这就多土了 你们家就在这呢 这个葱子真的是挺特殊的 大山之间 对面的山坡上也有也有房子 但是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能上得去 应该是从前面我去的那个位置可以绕着走过去 哎呀走不动了 那那边咱们就不去了 对面那个地方开始是很危险 全是那种松土啊 但是那些房子也没有住人 它是放杂物的 那些松土看着如果雨水比较大 有可能都会做成这种山体滑坡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个这个葱子的全貌 好那我们下去吧 前面这个解说的是从这个后面可以下去 不是有树还有公园 怎么过去转一圈 哎呀就从这上去是吧 前面这是吧 上去的干 我给你 你现在这个的肚子呗 嗯 这样吗 嗯 跟这儿走到的 哦 跟这儿走到的 啊 这儿哪下来到 爬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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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去啊 那上去 你上去 你上去那边我看 行 房子阿姨家我看完了 我从这上去爬个山 爬个山 爬去白卷 好好好 这个阿姨说这一块也可以上得去啊 咱们从这上去看一下 哎呀 在兰州真正的待了十多年了啊 这个地方没来过也没注意到过 在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一个村子 向阳新村这个名字都知道 但是 怎么知道是吧 好 这边也是一个村子 这个房子应该还是住人的啊 但是从这儿可以上去山上 跟阿姨海人说是从这边上的 那我们从这边上去看一下 那这边呢 咱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边是北韩路啊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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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刚刚那个大姐跟我说的 一个小树林子 也啥都没有光秃秃的 其实是柳树啊 这样呢 这样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这个城中 城中村的全貌了 这个路还是不太好组 这边也差不多了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走吧 走这种小路啊 一定要小心啊 你看这个路它确实是土啊 土质呢 土质呢 比较酸 容易滑的 还有今天天气比较好 所以路呢 挺干燥的 是也是有一家人的居住啊 这个开了他们的收货用品都在 所以说肯定是有文化的 再来之后 好多朋友们应该都 都会注意到像这样的城中村啊 好多城中村呢 它只是在城市的中间 但是这个城中村呢 它就是在这个城市的边上 哎呀 咱们继续往下走吧 这个上面还是特别热呀 窥也比较大 那么今天的这个城中村啊 咱们基本上就端完了 好了朋友们 本期的视频到这呢 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给小白点个关注 点个赞 麻烦帮忙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更多的人知道 兰州还有这么一树城中村 就去瞬间西方 区这个地方 就消耗了一些幸福 全民众都可以 很少的奇迹 很自然的地方 所以准备老师 是最新人的地区 去抽爐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